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人家人的Red 今天距離柏林馬拉松大約剩下五週左右的時間 那天數大概三十幾天 但是我竟然受傷了 我真的喔 最後一個月耶 我竟然在這個時候受傷了 那原因是我大約在上禮拜四 就是大約四天前的訓練 那這次的訓練是一個節奏跑 大約是要跑十公里 那四分整左右的配速 在田徑場繞行二十五圈 那當天我就跟了一些夥伴 他們也是剛好要做這個課表的人一起執行 那原本只有我們兩個人啦 所以正常跟跑的時候 其實就是前後跟跑嘛 他帶配速我就跟在他正後面這樣繞圈 那進行到一半 後來有一個跑友就來跟著我們一起 就是陪跑我們這樣的課表 那當天的狀況 因為要繞行二十五圈 其實一定會經過一些 速度可能稍微跟你有點落差的跑者 那通常這個時候 我們都從跑者的外側去做超車 那剛好那個時候其實是在彎道的時候 就有一些卡住的狀況啦 然後我就發生了這個意外 腳就在當下 咖一聲 我就知道哇 完蛋了扭到 所以我這幾天其實有去稍微做一下 治療之外 也去檢查一下我的韌帶受傷程度 那醫生是跟我說 大概看起來沒有到非常嚴重 但是要休息大概一個禮拜左右韌帶 才有時間長回來 那詳細到底怎麼扭傷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當天的狀況 OK 現在記者為你回到了現場 來帶來最新的一首報導 當時候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進入這個彎道 準備要進行超車的時候 忽然發現前面有一個速度 稍微比較慢的跑者 但這個時候有兩種情況 因為我們是排一列 總共有三個人 那正常來說 我們會這三個人一起有默契的往外側切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才可以有效率的繞過 速度比較慢的跑者 然後再往內切進來原本的最內道 但當時候呢 我是第二位 前面還有一個跑者 我後面呢 還有一個 算是不是跟我們一起訓練 但也跟我們一起進來跑的這個阿伯 所以當時候我的決定是這樣 因為我在往前跑的過程呢 其實是會出不去的 我剛時候在最裡面 阿伯在我這兒 我隊友在這兒 所以我其實出不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就往內切 所以我就往內跑到內道了之後 繞過速度稍微比較慢的跑者 再往前跑的這個過程 就在這一扇那 腳往外踩的時候 因為阿伯還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裡面 他沒有留出我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有一點點 想要踩得很剛好進來 結果就不小心踩到這裡 我的腳就拐下去了 目前我的腳是這樣 還是有稍微的貼機貼 把它固定一下 因為畢竟我有點擔心他又再次外翻 所以現在是先稍微貼起來 那走路已經算是還OK了 現在是按發了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日 按發三天後 腳的狀況呢 跑步還是有點痛 但走路這些已經都還好 但我還是不太能很用力的跑 會覺得有點點沒力 傷到的地方 感覺是有點小失裂 所以我禮拜一還會再去照一次 那個比較深度的檢查 看一下現在的狀況 比賽稍微訓練中斷了一下 那其實事發當下 我一跌倒之後 我就知道腳有點 應該是完蛋了 因為我自己有感覺到聽到 卡一聲 然後我的韌帶好像真的有 蠻大的一聲扭傷 當時候其實在 事發一當下的狀況 我是連踩都會有點痛的情況 腳的外側 會有覺得沒有力 然後踩下去真的會有很疼痛的感覺 那時候我就覺得完蛋了 我應該要休息一個短三到五天 長可能一兩個禮拜不用跑了 但是距離比賽 已經剩下四周了 就有點心頭很不安 但是大概難過了一下 也趕快起來調適一下心情 然後第一時間當然是先冰敷 也很感謝當時候在場的 其他跑男教練馬上拿了冰塊 資源給我 我就在旁邊先坐著 然後敷著我一扭到的那個位置 大概敷了15分鐘 我覺得也好在當時候有 第一時間先冰敷 因為回來之後我的腳的外側 是沒有過度的黑青腫脹 或是真的大變成米菇那種 整個捧起來這種狀態 所以我覺得第一時間 加壓的冰敷是 真的有多少幫到忙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不小心發生 像類似的意外 第一時間建議大家 先把你的動作停止 不要繼續運動 它可能會已經扭傷又更嚴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是用冰敷 然後感覺目前效果也還行 所以如果大家當下受傷的話 先冰敷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在當下的狀況 那冰敷完之後 因為那天還是上課 所以我就盡可能讓我的換步 不要一直踩著地板 我那天就坐著上課 所以對於那天的學生也蠻開心的 那回家之後 我也是繼續的交替了兩次的冰敷 我就拿了一個水桶 然後買了兩包冰塊倒下去 大概泡了15到20分鐘左右 讓我的懷關節完全浸泡在冰塊裡面 我現在是扭到腳後三個小時 剛好我現在講 剛剛當第一時間有稍微冰敷 但我現在腳 感覺整個越來越有那種 腫脹的熱熱的感覺 而且我剛剛開車的時候 其實腳越來越不舒適 我趕快來冰敷了 啊好冰啊 我的腳現在凌晨12點 腳環扭傷6個小時 腫一顆了 這邊左腳是沒東西的 右腳有一包 現在來貼機貼 剛撿了兩個爪狀的 一個夾壓的 開貼 當天除了冰敷之外 最後一個動作 我是用機貼 把我的腳稍微固定起來 因為機貼 它可以稍微的 限制我的懷關節角度 不要再有可能 因為受傷之後腳很沒力 又再繼續往外 會有這個 比較容易用到受傷部位的這種外翻的情況 然後第二個是稍微加壓 讓它不要再 繼續可能有腫脹的可能 所以第一天 我做的動作就是這些 那隔天起來 我很怕我腳看起來是腫的 可能會影響很多 但真的是萬幸 我第一天做了這些準備 所以我隔天腳看起來是沒有腫脹 但是痛的感覺 是更加的加劇 這是我腳環扭到的第二天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腳稍微往 往 爪道的方向這樣拐 這個位置還是會有點痛 那內側已經沒有那麼痛 那這邊按下去 有一點點還是有腫脹的狀態 然後我有 稍微去整副針灸一下 接下來我會去做一些 西醫的掃描 跟打一點點葡萄糖這些 讓它恢復快一點 但我還是把 肌貼貼起來 讓我的懷關節可以固定 所以 還有 所以我等一下還是稍微 貼肌貼 看人家影片學一下怎麼貼 等一下把腳踝繞巴式固定一下 然後繞過另外一個竹環 那隔天我就去看了醫生 那因為當天腳的感覺其實是比 扭到當下來的更奇怪 有真的有比較腫脹感 而且外側一直有異物的感覺 然後踩的某個角度 我會覺得有筋卡住很痛 所以我就先去看了中醫 那當下中醫其實也不敢幫我做什麼治療 因為看起來還是有點微微腫脹 所以他幫我做的就是微微把我的腳 喬回到他應該要在的位置 所以我有一些跑掉的骨頭啊 或是 我也不知道那個算什麼 組織 他就幫我這樣扭一扭 喬一喬 然後喬回去之後 腳的感覺是比較好的 已經沒有會那種卡到筋的感覺 那醫生也跟我說其實這樣 在擺位正確的情況下 他自體修復的狀態會比較好 那隔天回去 因為就週末了 所以其實也沒辦法再去多做一些其他治療 所以我自己的 治療方式就一樣是拿肌貼把它捆起來 限制我的腳踝在走路的時候啊 不能外旋或內旋 因為被綁住了 所以我踩下去都只能正面的往下踩 所以我在週末 就是用比較固定性的方式 讓我的腳踝有一個好的保護 那我自己覺得那個時候其實 整個禮拜啦 我自己都算蠻爆炸 因為在昨天也就是這個週日 我們自己跑團也辦了一個很大的活動 那在這個活動之前 其實我們籌劃了一段時間 然後要對接的事情有很多 再加上我自己的拍攝卡道啊 然後訓練卡道 晚上還要教課 其實這整週我的身體狀態是蠻疲勞 而且又有一些抵抗力下降的感覺 就是我有嘴破 然後睡不好 都各種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扭到腳在那個當下 有一點點好像是 就是老天爺強迫你稍微慢下來 你先把訓練這件事情抽離身體 專心做好其他事情這種感覺 好在我前幾天的恢復 我覺得算是有很趕快的立即性把它處理好 所以恢復 在今天早上 我去看了西醫 然後照了超音波 確定我的韌帶撕裂狀況 才算是鬆一口氣 因為從禮拜四晚上到今天是拍攝當天 是禮拜一 已經過了四五六日 四天 那這四天當中 讓它恢復的方式也很有限 我就只有加壓固定它 但好在今天去看醫生的狀況 就韌帶受損程度算是 醫生說小扭啦 我覺得也算是鬆一口氣 因為他說如果這種扭到 通常嚴重的話 可能斷一半 更嚴重整條韌帶可能都有撕裂 就是斷掉的這種情況 接下來就是來看一下 超音波之後我的韌帶 現在長得怎麼樣 瘦長後第四天 這個是前鋸北韌帶 然後這是飛骨的鋸北 那一般外翻就是這樣扭出去 這個扔在這個邊緣這個地方 稍微有一些失戀 很邋遢的時候會有點鬆 但很輕微啦 扭成這樣算輕微 真的喔 我當下 你看你就會覺得 沒有它大概0.2公分什麼 這樣子一公分喔 所以這個區域大概可能 一點點而已 0.2公分左右 當然我自己感覺 走路的狀況或是懷關節 就是有那種鬆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它如果有扭到過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往下踩 然後不敢出力 因為會用到那種痛的位置 這種狀態會出現 所以今天醫生就幫我做了 積水抽出來 上面有一層黃色的那個東西 醫生說那就是我的組織液 抽完之後打葡萄牙讓它增生 那醫生就幫我排三天後 再回去打一個電波 刺激它恢復 所以我自己現在目前 走路來說已經沒什麼大礙 換步的這個位置也沒有腫脹 但就是還不能跑步 所以這幾天可能會稍微休息 整體而來說 我自己還是會有點擔心 柏林馬的狀況 但也沒辦法遇到了 還是只能面對它 所以這幾天我會把我的腳 持續固定 然後讓我的腳踝 不要有太多左右的這種旋轉 不要有繼續受傷的可能 那就是多睡飽一點 然後先不跑步 讓我的腳踝的肌肉可以長好一點 第一標就是不要輸給倫敦馬拉撒 好 那最後我現在也只能就是好好休息 因為畢竟我知道 有些人在腳踝受傷 可能會做一些交替的轉換訓練 例如說去踩訓練台 騎腳踏車 或者是去做游泳 然後讓踝關節不要有這麼大負擔的這些動作 但其實我自己在禮拜六的時候 就大概兩天前 我有去輕鬆騎腳踏車 我自己覺得我的腳踝受傷的位置還是會痛的 所以我這次打算 就安全起見保守一點 我真的要聽醫生的話 保守休息就是一個禮拜 讓我的韌帶可以好好長好 因為畢竟從現在到柏林馬拉松 真的只剩下最後的大概四周的時間 所以這段旗艦如果修復狀態不佳 可能會影響到我比賽的狀況 所以我打算這次就好好恢復 但如果你有類似的情況 然後你腳扭到 但是你沒有短期內有這種大比賽出現的話 或許可以嘗試一些交替訓練 當然前提是在你的腳不要持續 更嚴重的受傷的情況下來進行 那這次我自己在柏林馬拉松的設定目標 因為畢竟在黃金海岸馬拉松之後 到柏林馬拉松這段期間相隔不遠 那訓練狀態雖然有維持 但我覺得準備來說 其實比黃金海岸更辛苦 因為現在台灣的天氣是更熱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幾次 關鍵的長距離訓練都沒有跑得很好 如果是高標的話 當然我還是會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拼到SUB3 但第一標的話 最低限度就是不要超過 倫敦馬拉松3小時26分的成績 我希望可以在成績上維持一定的水準 但是又可以把柏林馬拉松這些很漂亮的過程 紀錄給大家看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在柏林馬拉松賽前倒數一個月 竟然受傷了的這個經驗分享 希望大家看了這支影片之後 如果你真的意外不小心有跟我一樣類似的扭傷情況 可以參考我這樣的恢復方式 但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平安最重要 不要像我這樣 當天或是當週的訓練真的過度疲勞影響到專注度 讓我自己在很不小心的情況下造成腳踝扭傷的這種情況出現 好啦 接下來柏林馬拉松我會繼續加油 腳好了之後 我就重新開始恢復 我是有人家鄭德瑞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持續鎖定我的IG或是Youtube 會持續跟大家分享柏林馬的最新資訊 六大馬拉松 我的第二場柏林馬準備迎面而來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第一場在年初二月的東京馬拉松 第二場是在四月中的波斯特馬拉松 下一場 倫敦馬拉松 下半年的第一場是九月份的柏林馬拉松 再來是第二場 芝加哥馬拉松 最後一場是十一月的紐約馬拉松 大三民馬拉松 八民馬拉松 再整個閃〔可樂